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最近在瑞士日内马开幕 设台湾提案连续第8年被大会拒绝 实际上连持8年的闭门羹 岛内舆论早已看清民进党的旧把戏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主题是 一切为了健康 人人享有健康 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一次在纽约发表视频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27号当天 世卫大会总委员会和全会分别做出决定 拒绝将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世卫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 在发言中表示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来处理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大会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 台湾当局鼓噪参与世卫大会 蓄意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严重干扰大会的进程 完全是为了一己政治失利 而牺牲国际公共卫生利益 过去几年的事实已经证明 这条歪路根本走不通 此次也必将以失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拉拢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德国 日本和立陶宛 就世卫大会发布一份涉台声明 22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宣称会为中国台湾参会而努力到最后一秒钟 美方的表演遭到岛内舆论广泛质疑 你让人家又说布林肯要支持我们 结果布林肯还是没有提案 美国为什么不提案 你讲话都讲到这个程度 说会支持台湾到最后一刻 结果从头到尾没有提案 我甚至怀疑你提案真的能过得了秘书处吗 不要吹牛了 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被世卫大会拒绝的八年间 民进党当局不自量力以各种手段企图蹭会 党内舆论还曝光 民进党当局还试图通过金援外交寻求支持 但仅获得了六个所谓友邦的支持 当然民进党都会说你看这就是所谓民主的力量 卫生的力量 但实际上是什么 是钞票的力量 是我们纳税人钱的力量 所以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只要承认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那自然两岸就都能够坐下来谈 观察指出世卫大会六天会期安排紧凑 每一件都是事关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大事 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国家操弄涉台提案 试图蓄意干扰大会进程 完全是将狭隘政治私利凌驾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上 而台当局连年炒作所谓防疫缺口 企图打悲情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 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表演 这一次拜信德其实对参加WHA大会 是下的相当大的力气的 也声称获得了美国及其他的 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样的一种境外势力的支持 对于台湾拓展对外活动空间 其实没有任何的实际性的帮助 那么我相信岛内舆论之所以不买葬 其实就是对民进党当局过去一贯实现的 所谓的以外谋独路线的一种否定 那么我相信这也告诫了台湾民众 如何拓展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 关键还是要回归九二共识和一种原则